这架直升机很奇怪 皮亚塞基H21 又被叫做飞行香蕉 它的确很像 可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起因是工程师弗兰克皮亚塞基认为 如果把主讲的动力分一部分出来给维讲 只是为了平衡扭矩 不让直升机自旋的话 实在是有点太浪费了 考虑到那个时候 只有笨重的活塞式发动机 可用好不容易产生的动力 不能用在生力上 的确有点可惜 解决办法就是 一前以后装两个一样大的主讲 把它们串联在发动机上反着转 就能既贡献出生力 也同时抵消了扭矩 不得不说相当聪明 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两个都是大出脚 打架怎么办 那就把它俩拉开呗 从距离到旋转平面都拉开 所以飞行相交很长 同时还将两端上翘 它停在地面上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前起落架比主起落架要更高一些 所以两个螺旋架 现在看起来几乎是出于一个平面的 但是一旦起飞 前半部分机身就会放平 让后半部分翘得更高 因此就明显不是在一个平面旋转了 既打不到 也避免了彼此团流的影响 甚至还能远离机身 留出更大的离地间隙 诶 但你说 它怎么就不能像CH-37支炉干那样 用一根笔直的机身 装着两个高度不同的悬翼平台 来解决问题呢 都是那巨大的活塞式发动机惹的货嘛 你看这张图啊 H-21几乎整个后半身呢 都是为了装下它的 看起来香蕉的形状就是最优解嘛 至于支炉干嘛 它用的是小得多的沃轮机 而且是可以装在机身外面的 議计划 计划